欢迎大家来到阿里山高峰山庄的高峰大饭店的顶楼 今天呢我要跟各位来做这个阿里山的游乐区的一个解说 那我想先把我要解说的方式呢跟各位做几个方向的介绍 那我是在阿里山呢出生长大 所以呢各位在这边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很多的这些森林啊什么下面呢 在我同龄的时候都有我们的足迹 那我跟阿里山基本上来讲是很熟悉的 那我本来以为熟悉已经够了 后来呢当我开始要写阿里山的时候 我发现我对阿里山其实不了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在座很多人也是对自己的家乡不见得就是 你熟悉但是不见得了解 后来呢我开始呢做一些访谈 填调大概访问了三四百人 另外呢又做了很多文献的考察 所以呢最后呢对阿里山就有一些 可以跟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那我想呢我们从这边呢 游乐区这样走一圈呢 如果用跑的大概一个小时之间可以跑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走路的话呢 可能要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大概从现在开始到五点多这段时间 呃是希望五点半能回到这边 但是呢要看日落的话这边也可以开 我们比较是重点式的解说 那晚上呢 陈云峰老师还会跟各位再做另外一层 可能更深入的一个解说明的地方 那我会跟大家一较想要分享的就是呢 就是 每一个地方呢 我本身本来要写就是阿里山每一个地方景点的百年的历史 因为后来我再写一百年的阿里山的小说 那里面包括人文自然地理等等 整个圈圈在一起 所以呢我想呢 每一个点 我们就用大概我所了解的百年的部分来跟各位做分享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就踩在那个土地 然后回想在百年之间这个土地它的变迁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融入那个当下的感觉 那我觉得蛮困难 但是我们试着在做 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 就是这样子 那明天呢 各位可以去看日出 看日出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西边在那边 所以你要看云海是那个方向 那这个地方做一个高台 就是因为呢 体贴要给游客呢 直接看那个看云海的地方的点 那这个地方就是北边 北边 所以呢北边的地方呢 北边这个地方 跨过去 应该是 这个东北边嘛 北边看过去 那个地方就是那个 南投县 这个就是塔山 那这个塔山上面的一个大塔山 就是后天的行程 后天天气很好的时候呢 就往这边上 上到这个大塔山 那你看看那边有一个 那个县有没有 那个就是敏越县 敏越县 以前呢 你们曾经有没有走过西亚仲走 西亚仲我就是从那个敏越县那边走回来的 走过来的 以前呢 我们在阿里山的时候呢 经常看到晚上呢 那边好像有鬼火在走 那其实是因为晚上还有人在走路 然后拿着手电筒 所以那个感觉就觉得 那个地方很遥远 我们一直到后来才上上这个塔山 因为塔山很不容易上去 在我开始有 记忆开始呢 这个塔山就是军事要地 不让人家上去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望三星探 那现在呢 已经整个改观了 现在都可以到那边 可以看到呢 整个纵观阿里山的这样的景致 那东边的地方呢 就是 就是那个方向 我们就是明天 明天还去看日出 那看日出的时候呢 我希望如果能够的话 大家都去 就是去那边呢 我想除了我之外 大家都去 为什么我要这样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去那边的时候 我想我们去看日出的点 会跟你们 平常去看日出的点 不太一样 那个至少会带你们到小丽园山 那个地方的景 非常的广大 你可以看到整个 因为我们阿里山呢 是跟这个玉山 中央三脉这样相对的 在柱山 柱山的海拔 大概2500左右 那么这个塔山呢 是2600 2663公尺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大概2100左右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 现在叫做阿里山站 但是呢 在30多年前 如果你到阿里山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不叫阿里山站 这个地方叫第四分岛 有没有人 30多年前来过阿里山 那个时候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 这个地方第四分岛 是完全没有住家的 是一片森林 那么在百年前呢 这一片 这个地方呢 的历史的过程是 大概是100多年前呢 这个地方呢 开始森林 这个森林大概就整个红块 红块砍伐完之后呢 然后呢 对 我先跟各位讲 为什么叫第四分岛 因为阿里山的铁路呢 森林铁路呢 一直开到这个 十字路往上到 平泽那之后呢 平泽那的海拔 大概1700多 1700多的 那个平泽那 到了这个 二万坪 或是到了这个上面呢 因为这个地方 很近 站跟站之间很近 但是很陡 那非常陡的关系呢 所以呢 就用这个 支支型的 支支型的这样子上来 那这样上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支支型的地方 叫第一分岛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所在的地方 是第四分岛 所以在30多年前呢 第四分岛是没有站的 它只是这样 一个分岛这样过去 它连火车站都没有 也没有人 居住在这个地方 那火车呢 大概在1912年呢 到二万坪之后呢 一直到1914年就开到 现在的早坪的地方 也就是阿里山站 所以我们第四分岛当初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火车开始呢 1912年的前后呢 这个地方的森林 就整个被砍发掉 砍发掉 砍完之后呢 就开始要急踩 所以大概在 1914年左右呢 我的祖父就到这个地方来急踩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森林都砍完之后呢 那么在急踩的过程中 就有一些公僚在这边 有住住就有一些念典公僚 那我的父亲就是在 1916年 1926年 讲错了 我的祖父是1920年左右 到这个地方 那我1926年呢 我爸爸就在这个地方出生 然后出生 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都急踩 急踩完之后呢 急踩完之后呢 因为那个山的地方 他当后面那个地方 又砍了很多的木材 所以呢 他们就移踩到 那个地方叫大龙溪县 大龙溪那边 要去急踩 所以呢 早期的阿里山的 这些这里的人呢 都是这样子 逐木而居 一直迁去迁徙 所以当这个地方 急踩完之后 这个地方就变成森林了 因为日本人 把它砍完之后呢 就开始种树 种了什么呢 种了我们现在 以前看到的柳山 柳山是直直的 原来的这个 这个块木砍掉之后呢 就柳山 你看到这个柳山 那除此之外呢 还做了一些实验的 比如说种了很多 安树啦 额掌布啦 等等的 就在这个 有点像实验林的 这样子在做 所以30年前 这是实验的人工的 这个造林的这个环境 那后来呢 大概是在30年后 30年 在30年前的时候呢 因为把阿里山找平 那个地区的居民呢 整个要迁徙到 这个地方来 所以呢 就把这个森林砍掉 然后呢 开始呢 我们所在这个地方 叫旅社区 然后上面有商店区 住宅区 所有的居民就被迁徙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 目前这样的一个历史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要跟各位呢 整个遗失到 那个你们明天 去那个 要坐火车的时候 就会看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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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型的 要不然的话 我们到神木 也可以看到知识型 因为神木是第三分道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开始呢 要往前 往前移施 到那个 先先开始 就不讲话 到那个 火车在走 火车下面的 那个叫什么 广场那边集合一下 然后我们就 往上走 好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好 那没有 集彩就是把那个木材 砍下 砍下 对不对 把那个木材 比如说 它散落到很多地方 对不对 然后它 它必须 等一下我们到找别的地方 就会看到 它有那个 集木柱 集木柱 然后它用绳索 把各地的这些木材 集中 集中在一个地方 比如说 集中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当这个火车来的时候 再把它整个 调到那个火车上面 然后运出去 把它集 那个叫 不是边砍边击 不是边砍边击 是砍完之后 那个完全不同的作业方式 就是一批 一批那个伐木工过来 先是 伐木的过程是这样 先有一批被人棉木调查 调查 调查那些木材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批 专门在砍木材的人 他们来砍木材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批 专门在集材的人来集材 然后集材的人都走了之后呢 就有一批专门在做 专门的人来 来 叫我们专门 要不然就是做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人生的 还是一个什么 汤啊 就是等于是一个森林 就会一批一批一批 不同的族群 一直这样子在 然后等这些东西不见了呢 然后就变成观光区嘛 款观光了没东西了 所以观光区 OK 谢谢 好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前进 一次到那个 那个车站下面的 那个森林的地方 那都可以切一批 谢谢大家